专注于带来潜力团圆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为时10天的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正式开幕 节目战便是重头戏 拥有本届新科状元的魔术队 对上了拥有碳花秀的火箭队 两人之间的对决也吸引到了一众球星到场观看 对于Paulo班KO来说 前两天雷霆碳花拆头木贵 打出史诗级的夏季联赛首秀表现 只为状元的Paulo必然也有一些压力 而对于碳花秀Jabar Smith Jr.来说 他在选秀大会上最后时刻 毫无准备的被魔术放弃 很多人认为本场将会是他的复仇之战 但当比赛开始之后 两人却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地 魔术队赋予了Paulo绝对的球权支配 Paulo也确实在比赛中 展现出了极强的持球进攻和出球能力 尤其在第一节 他三投三中 三分球二投二中 得到了八分两助攻的数据 一颗顶着贾巴里的后车步三分 尹德全场欢呼 整场比赛状元秀12投五中 三分球三投三中 罚球五罚五中 得到了17分四篮板六助攻的数据 帮助魔术以91比77战胜火箭 Paulo的首秀虽然表现不及赛的经验 但也符合人们的期待 至于贾巴里斯比斯Jr则相反 他个人进攻欲望普遍偏高的火箭队 他几乎没有什么球权 第一节只靠着罚球得到一分 第二节才拿下第一个运动战进球 每当贾巴里抢下前场篮板球后 将球传给队友 或是帮队友打了个挡拆 自己出现空位时 球都不会来到他手上 贾巴里也有点懵逼 估计心里在想 这帮人是真不传球 全场比赛 贾巴里十投四中 三分球四投一中 罚球两罚一中 得到了10分 七篮板三助攻的数据 除了没有球权之外 他持球进攻端的问题 在比赛中暴露的也比较严重 火箭队得分最多的是去年的一轮秀 小尼克扬 Joshi Christopher 他在夏季联赛的赛场上 相较于同场球员 确实得分能力比较出众 今天砍下了22分 但他的眼睛里也真的是只有篮筐 当球到了Joshi Christopher手里时 是绝对不会被传出来的 今天多次出现 他一个人单打 外面四个人看着的画面 哪怕队友大空位 手举的再高要求 他也熟视无睹 相比之下 雷霆对夏季联赛 让主力空位Joshi Gidde带队 率领新秀们连打了三场比赛 在他的控场下 每位新秀都得到了相应的球权 观感就完全不同 除状元和炭花之外 今天两队的其他热门新秀 打的都还可圈可点 火箭队的TerryEason 拿到了14分13篮板 在比赛中身材优势明显 球场舞棍太太Washington 得到了7分4篮板3助攻 在比赛中也有过几次 让人印象深刻 具有想象力的传球和突破 而魔术队的二轮榜眼 Kaleb Houston 则像一匹黑马 就位来自于密歇根大学的后继男 全场12投7中 3分球9投5中 罚球1发1中 得到了20分6篮板的数据 当然今天仅仅是 两队夏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 接下来他们势必会做出调整 而进入常规赛后 状元和炭花所要搭档的球员 也会与今天不同 三大内线之间的较量和对比 应该会持续一整个赛季 兄弟们这期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